現年60歲的江華淡出演藝圈多年 去年12月宣佈全面復出 但就將事業重心放在內地市場 今年1月更正式加入直播帶貨行列 不過早前他宣佈店鋪停止營業 雖然未有透露背後原因 但亦有感謝一班粉絲的支持 說每一位支持過的朋友 都見證了店鋪的成長 還說雖有萬半不捨,但依舊向前 不少網民都猜測可能因為直播帶貨成績未如理想 也有人認為江華目前站未有到內地的計劃 所以才會做出這個決定